哇,你们还真的把收藏超过一万了 行,那就继续更 还是一样哈,收藏超过一万 明天就更新,今天是第二天 哈喽大家好,我是十六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金银片的故事 上次我们讲了杜通过银的回忆 确定了假面人最终的目的是支配时间 于是赶紧让银赶往石银高原 准备趁着道馆首领战斗的时候 趁机将其抓住 而与此同时,三圣兽之一的炎帝 也在几乎同一时间来到了石银高原 并选择了关东的夏伯作为自己的伙伴 比赛场上,成都主将的柳伯 轻易地将关东主将的利加击败 标志着第七场道馆对战的结束 而就在这个时候 观众席上的金和水晶意识到了不对 因为在二楼的控制室 他们看到了假面人爪牙的加姆和卡特 出现在了这里 石银高原联盟会场的二楼控制室 此时陷入了异常 这个地方是联盟赛场的功能中心 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这里 但来到这里的金和水晶却发现 这里的控制人员被击倒在地 而犯人自然是他们面前的加姆和卡特 水晶是第一次遇到这两个人 自然对对方的身份有些不解 但对于之前艺者和火箭队打交道的金来说 这两个人再熟悉不过 他们就是之前援助室地面下线事件的罪魁祸首 面对这样的恶人自然不能掉以轻心 但还没等经行动起来 他却赫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动弹不得 不光如此 随行的水晶也陷入了同样的状态 很明显是对方的手语 加姆和卡特此时骄傲地宣布着他们的计划 为了让全世界知道火箭队的复活 他们要袭击石银高原 借此夺取精灵联盟这个比赛舞台 他们按下按钮 控制式的一个大屏幕出现了画面 上面显示的是灵灵塔的上空 贾面人正在和传说中的凤王战斗的画面 没错 加姆和卡特只是仙头军 过不了多久 贾面人就会将凤王捕捉 届时他将带着这只传说中的精灵 直接袭击石银高原 但是金和水晶怎么也想不明白 贾面人是道馆首领这里 应该是错不了的 但是此时所有的道馆首领 全部都在下面进行对战 有这么多双眼睛的监视 怎么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跑到灵灵塔去捕捉凤王 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金和水晶的意料 而这个时候的他已经顾不了那么许多 现在他们的身体动弹不得 按照发展 登反派解说完毕之后 那就是李凡的结 啊不对 那就是被灭口的结果 没错 贾面人对他们俩下了命令 无论再小的威胁 也要直接捏死在摇篮里 为此他们带上半个假面 不知道有什么用 准备认真对付金和水晶 金和水晶之所以动弹不得 是因为中了对方的吼叫 通过大声吼叫震撼对方 在不知不觉中 使对方消失战斗意识 哇不就是个降攻击力的技能吗 漫画表现的这么变态 反正就是中了对方的这个技能 导致金和水晶动弹不得 不过此时的金的长尾怪手也在外面 他的尾巴比四肢灵活 用足了劲 勉强地拨到了金口袋里 其他的精灵球 放出了牛蛙军 你要打的话就来吧 上把闻香太郎 牛蛙军在半空中使用催眠术 将使用吼叫的猫老大和戴露比 全部弄睡着 而由此解除了吼叫的束缚 两人也终于恢复了动作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在他们面前却出现了睡着 并且在动的熔岩蜗牛和河马王 金的突然袭击 确实让家母和卡顿的精灵睡着了 但是同时 他们有着骑士睡着 也能进行战斗的精灵 河马王能够使用打憨 而熔岩蜗牛能够使用梦画 这都是在睡着的状态下能够使用的技能 而且漫画对于睡觉这个技能的表现 也是相当的变态 一直回血 打了秒回 而且对方睡着之后 不会感到恐惧 也不会控制力道 所能发挥的实力 反而比清醒的时候还强 而这对于家母和卡特来说 再好不过 因为此时的他们 还需要控制联盟会场 进行其他的动作 之间卡特将火箭队的层次输入其中 获得了十英高原比赛会场的管理者权限 由此 现在的他已经可以任意操控联盟会场的任何设施了 金和水晶意识到了不能打消耗战 现在这个状况 时间久了 反而对对方有利 在他们的面前 阻挡他们的是靠着睡觉 一时回血的两只精灵 既然如此 那就需要光靠一击就把对方的体力 直接吸干的精灵 于是金拿出向日种子 水晶拿出派拉斯特 共同使出超级吸收 瞬间将两只挡过的精灵体力 全部吸掉 两只精灵丧失战斗能力 被打向加姆和卡特 加姆和卡特由此也受到了牵连 撞向后方的控制台受了重伤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在金和水晶被两只精灵阻挡的时候 加姆和卡特已经完成了操作 假面人给他们安排的任务 他们做到了 控制台上的屏幕显示着这么两方式 磁悬浮列车系统控制所解除 而就是在几乎同一时间 原本停放磁悬浮列车的某个地方 突然遭到了火箭队一大批成员的攻击 他们放出精灵袭击警卫人员 然后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磁悬浮列车里 而经过石英高原的控制塔 现在这边解除了控制所 火箭队的成员装满磁悬浮列车后 被风驰电车的开往石英高原 谁都没有想到 火箭队竟然会用这种不被任何人发现的方式 将组织内所有的成员全部搬往石英高原 再这么下去的话 再过几分钟 无数的火箭队成员就会出现在赛场的正中央 而比赛会场现在人满为患 几乎全是没有任何战斗里的观众 控制磁悬浮列车的程序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根本无法将列车召回 竟想下去通知人们 但不知何时 控制室的房门已经关上 并且被程序锁死 这个地方因为很重要 所以门和窗户都设计得非常结实 两人的精灵使出技能 都没有办法打出突破口 无奈的精只有使用控制室的内线 接上联盟会场的大屏幕 他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火箭队的残余分子入侵了控制室 马上就会有一大批火箭队成员 坐着列车出现 叫大家赶快避难 会场出现了恐慌 但为时已晚 大屏幕上精的影像中断 似乎是被什么人干涉了 而重新出现的画面 则是假面人坐着信使鸟 对战凤王的场景 在第十届精灵联盟的比赛会场 成都关东两个地区的观众 此时都通过会场的大屏幕 看到了这个假面人 光靠一只信使鸟 就捕捉传说中的精灵的现场直播 几乎在同一时间 磁悬浮列车开进了石英高原 一切正如经说的那样 无数带着半个假面的火箭队成员 已经从磁悬浮列车的出口探出了头 而离他们最近的 莫过于本来还在比赛的 16个道馆首领 现在火箭队来袭 作为每个城市的佼佼者 他们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 保护现场观众的责任 但16个人毕竟广不敌众 如果让这一群火箭队的成员展开的话 那他们肯定无暇保护在场的所有人 不能让他们出来 得把他们压制回去 在磁悬浮列车里面干掉 于是16个道馆首领纷纷冲上前去 面对出来的火箭队成员 各自使用不同的精灵释放系人 勉强地将他们又给暗了回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磁悬浮列车的大门突然关闭 并且开始加速运行 逐渐地驶离了石鹰高原 没错 他们中计了 这正是敌人的吊虎离山之计 将实力最强最有威胁的训练师 通过磁悬浮列车全部隔离 这意味着现在的石鹰高原 没有一丝一毫的战斗力 此时控制式的金和水晶 好不容易从里面出来 而与此同时 那个带着假面的男人 也出现在了这里 没错 他来到这里 意味着他已经成功捕捉了凤王 而且现场原本有威胁的道馆首领 也全被他用一整队的火箭队 当用了成功的吊虎离山 一切的一切 全部都在假面人的计划之中 不光如此 随着假面人的一挥手 两只巨大的鸟型精灵 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只名叫凤王 一只名叫洛奇亚 成都地区的两只传说中的精灵 此时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会场陷入了混乱 没有战力的观众们 看到此行此景 纷纷恐慌地逃跑 凤王使用神圣之火 洛奇亚使用空气爆炸 联盟会场的顶部 直接被炸掉了一大半 比赛会场变成了砖网的废墟 这个时候今才明白过了 原来之前在漩涡列岛 比他们抢先一步抓走洛奇亚的 就是这个假面人 没想到不光凤王 连洛奇亚都落入了他的魔手 在漩涡列岛 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才将原本精疲力性的洛奇亚 连成压制 而这个假面人 竟然能够不费垂灰之力的 将他们全部捕捉 这再一次让经济知道 对方的强大 今在逃跑过程中 叫胡说术使用杨杀 试图阻挡凤王的视线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凤王依然在假面人的命力下 大肆破坏联盟会场 喂 水晶 快告诉我 你是捕获专家对吧 如果他们两个是野生的精灵的话 你身为捕获专家你会怎么做 水晶想了想 得先找出对方的特点 否则根本无法靠近他们 凤王发射的是火焰弹 而洛奇亚发射的是空气弹 他们两个常常同时发射 想到这里的金和水晶 像是发现了什么 没错 同时 凤王的火焰弹命装目标后 洛奇亚的空气弹 会使凤王的技能威力成倍的增加 这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爆炸体 既然如此 那么想办法将这两只精灵分开的话 或许就还有对抗办法 于是金和水晶分开行动 水晶靠着天然雀使用飞空 吸引洛奇亚的注意力 而金则在陆地奔跑 吸引凤王的火力 水晶这边还好 飞空毕竟有着一定的速度 短时间内还不至于被洛奇亚摸索出行动模式 随见他的天然雀眼睛发出一道光 似乎使用了什么技能 而金这边就不太乐观 在陆地上靠着双脚般跑到他 很快便被凤王锁定 一个补充下来 便将金和红瘦术压制在脚下 此时金发现红瘦术已经受伤不清 凤王的嘴巴直接咬住了他 这一击几乎要让他丧失战斗的力 不过金却赶忙叫红瘦术使用垂死挣扎 这是一招HP越小 招式威力越大的技能 从红瘦术直接用这招把凤王打飞可以看出 他真的只剩下一点血皮了 不过凤王也没有受到什么太起作用的打击 最多让本来抓住的金再度睁开了树体 此时洛奇亚也降落到凤王这边 两只神兽与金的距离近乎是零 甲面人不懈地摆摆手 示意洛奇亚和凤王一同进攻 如果在这个距离正面吃下了神圣之火和空气爆炸 那么金根本没有恶路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洛奇亚却像是被什么攻击到了一般 发出痛苦的声音 甲面人一愣 这时水晶也从地边赶到 原来这个是天然却刚才发出的预知未来 能够对几秒后的未来发动攻击 由此扰乱了对方的阵型 也救了金一命 这样一切就又回到了原点 金和水晶能够再度往周边跑去 吸引两只神兽的注意 他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在于将对方打败 而是要掩护联盟赛场的所有人们成功地离开 但是这个时候甲面人显然失去了耐心 虽然只是被金和水晶暂时的阻挡了一下 但是他却显得相当的神奇 不管你们怎么抵抗 不管你们怎么打 我的计划绝对不会中断 我花了十年的功夫 怎么能在这里被你们阻止 只见甲面人的面具变成了另一种形态 不光如此 他的手脚也突然变成 整个身体都变大了 凤王发出两个火球包围住了金和水晶 直接控制住了他们两个捣蛋鬼的行动 而甲面人则冲向观众席逃跑的人群 抓住了正带着孙女逃跑的钢铁先生 来吧钢铁先生 为我工作吧 用你的手艺给我做出捕捉时间的精灵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请一键三连支持up主 正当超过7000 我们就在下周二准时更新 如果超过一万 我们就在明天更进 没有超过的话就随然啊 看心情更新了 终于讲到了今影片最高丑的部分 哇塞 甲面人率领两大神就攻打联盟会场的时候 绝对把他本来的逼格又给提高了很多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上一个篇章Boss的杜 他的逼格反而感觉变小了 你要知道现在甲面人这只洛奇啊 就是杜为了毁灭着内想要抓的洛奇啊 四天王费了好大的力气 搜集八个徽章召唤洛奇啊 最后还没抓着 然后甲面人不费摧毁之力就抓到了 就会有一种甲面人的实力 好像超过度很多很多的感觉 至此甲面人正式开始了行动 而他的目的也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 就是要支配时间 而今影片也由此正式迎来了最终决战 整整14话的最终决战 当然多的我们就留到下期再讲了 那么我是16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